新综艺 赵丽颖被报参加隐秘的高手 嘉宾全是国内一线演员 赵丽颖在国内演员中一直以敬业著称 她先少像其他演员那样去录综艺挣快钱 出道16年也就只有 偶像来了72层楼和中餐厅这三个常驻综艺 不过经历了婚姻变故 赵丽颖也很可能存在想开了的情况 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在时刻变化之中 5月20日 有博主爆出赵丽颖将参加这位新综艺 隐秘的高手 根据描述 这是一档时空穿越博弈竞技真人秀 并且号称是首部电影级拍摄综艺大片 看得出来该综艺很懂如何制造噱头 但整体而言总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据介绍 该节目的女妖嘉宾有张紫怡 赵丽颖 沙逸 张若云 雷佳音和洋洋六人 每个人都是国内妥妥的一线演员 堪称阵容豪华 而节目更是透露赵丽颖和张紫怡是一定嘉宾 看得出来这档节目应该是下了血本的 从节目背景的介绍来看 这档节目的宗旨是郁娇娱乐 传承文化基因 坚定文化自信 若是从近期爆火的各大综艺横向对比 其实他有点像翻版的国家宝藏 不过有注意在前 这档新宗即便能集结到这些优秀演员 想要实现突破也没那么容易 网友对于这则爆料也封成了两派 一些网友认为洋洋很难有档期 因为他要拍新剧《我的人间烟火》长达五个月 所以这很可能是假瓜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很少会有综艺去遛赵丽颖 因此这极有可能是真的 其实从节目信息可知 这档综艺要到今年的第四季度才开始 所以洋洋很大程度上还是能赶上的 而赵丽颖近期的影视作品都有些偏主旋律 再加上恰逢自己的事业转型期 他说不定也会主动尝试一下这类表演型综艺 毕竟是自己擅长的领域 赵丽颖近期才被传出要和林更新和颜与凤行 如今又多出一档综艺 可见他的资源还是相当不错的 希望赵丽颖能不辜负大家对他的希望吧 不过还是要提醒赵丽颖要多注意身体 凡事还是要优着点位好 不知大家对这个综艺期待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